这个签是你的最主要 你这种能够叫几千人 那你的 如果我就等 那你这块就是 我想说 我看到 你这块是 你几千人 还有这个 这个文理是 我原来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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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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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的 你看 实际上标 应该怎么标 把这个 考虑到线 跟画的一例 考虑到线 然后把它分析 连三道线 这个一样 考一个 然后分析 对吧 这块 这块 剩下哪些 还没标 所以就有 有多少 就跟画的一样 也是这样 你把你这个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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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全 如何 号 这点 他妈妈做的 哈哈哈哈 这个朝礼朝 十一般啊 在那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多啊 我的心 还有这块 这个是什么 如果你的心里 他们的心里 你能不能够 有什么 这些是 什么 你能够 一样 那是 什么 我都想要 你能够 用 我 你能够 你能够 你放在外面 你放在外面 再放在外面 第二段时间 我们遇到一段时间 很清晰 因为我们这些 不就是爱和学生的许多 但是做个习惯 习惯的 就是我 习惯的 你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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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习惯 你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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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习惯了 你习惯的 你们坐一坐 凡日 或者再休息一下 下个 Напр谢 好 你习惯的 就是建立发案设计的 建发案设计 那你还是可以去到计划 我听到也好一点点 我听到这样子就算了 也不用计 其实只要就是 所以他也会发明这反应是在 别说是说的 我是准备讲别说的 这个我也可能就说是 因为我在想这个问题 就说是因为讲的时候 跟进度也都可能是调整的 所以讲 但是别的设计的话 我不会讲 我倒是还是不就提让你们去做 自己去做 我想了想的念 是因为你们看的 其实都明白 但是真正是你做的 我还是 就是这个 二哥你也不看 你想 那上班累了 你反正回来再给你讲 你回来 你回来 每个那些 你那些 你那些 对 每个都是 然后呢 我自己 我连迟不连半 我自己 我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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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两个就是 你保证这方案 你可能会 你布局上 你一旦 那个 那个 再次现实 对 就是想 你能让我 那些 但是 基础的话 你先按我的方法试一下 对 那边 三秒 一会再考虑 就跟他 可以 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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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道理 相关系 这里不是摆桌子吗 你这样这里 摆桌子 桌子 大 entrepreneur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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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子一会儿 都觉得 然后卡住 Gear 第二个 再看一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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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一下 原来做单元的 做图题一样 为什么没反应 网上同学自己也检查一下 看一下 就说是对你的 就说是你就认为是这个 做图的时候 你这个尺寸标注的话 你就是还是三道线 或者两道线 一条总的尺寸 比如150米 或者130米 那么第二道尺寸线 那么就是一个 一个是你楼自身的距离 加上你楼跟楼之间的间距 你把它进行一个分解 按这样标 左侧两道尺寸线 右侧两道尺寸线 那么上面也是两道 就是按这样标是比较规范 而且一目了然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就是希望你们还是按这个 这样来标 那么很简洁明快 就是如果没有那个这样标的话 就你要把这个尺寸 实际上要进行一个分 把它弄得比较整洁 因为一个图面的效果 也是影响你自身做题的这个效率 对自身 或者是别人看你的这个 看你的这个 也影响别人看你 理解你这张图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求 就是说你做的时候 那么就是应该是两道尺寸线 那么第二道尺寸线 就是你的楼跟楼之间 这种分解的这个尺寸线 那么这样的话标出来的话 那么就是很轻 很一目了然 也就是说你平常看到那个施工图的 或者扩出方案的图的那个 他们的这个标注尺寸 如果不标内部尺寸的话 他们外部也都是三道尺寸线 就是我们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些 住宅的单元设计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两道尺寸线 三道尺寸线 当时你们做的一些习题 也做得比较好 就是还是按那个要求来做 对 有点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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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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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 感谢观看 那么 这个 这个地形 感谢观看 也可以摆 然后 那么 那么在这一块我就想选用 我这块就选用11层的 既然我摆不下 我就选用11层的 我看11层日照间距够不够 如果不够的话 那我只好摆9层的 那么或者是我改成前面是9层 后面是11层的 那么就这一排我要斟酌 就这个是已知条件 那么在这块到底是选6和9搭配呢 还是选6和11搭配 还是9和11搭配 那么这个就是要根据这个日照间距 这个总的这个尺寸去卡 对吧 那么只有这种组合 要么就是6和9配 要么就是这个就3选2嘛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先选这个 我最后一排我先选11层 我总要做出一个选择 因为我也不明白到底够不够 当然了 我应该知道够不够 因为我这块有一个尺寸在这块 那么 因为我这个尺寸都标着嘛 我应该很明确 我知道够不够 但是呢 我这块增补一个尺寸 那么 这块 怎么会这么多呢 34米4呢 对 不好意思 这块 这道尺寸 那么做到这块 大家没有什么疑问吧 就左边这边 左边这边没什么疑问 当然我们一会还要跟右边再平衡 我先看一下左边大铁的一个情况 我要不断的调整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让你摆出来的 那么最后我看看这个距离 我这个距离还有这个 还有48米4 是完全够的 是完全够的 那么我这块我先扔了 这块先不管 我先这样扔着 也许我要把这个六层换成九层 这个属于一个推敲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从这边也开始摆 我也是这种试错法 有点像试错法 但是一个原则就是低层往前摆 高层往后摆 这个原则是不变的 那么我先摆六层的 那么有余地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六换九 或者九换那个什么 但是目前来说 我这个十一层还没有摆进去 我现在九层还没有摆进去 那么左边也是 我贴着这条线 贴着我的用地红线 和我这个退的十八米 紧贴着这条线 就是你不要留任何余地 那么就卡的尺寸是很严整的 那么我增补尺寸 就这样你在摆的过程中不会乱 至少不会乱 那么它的退距是二十三米四 那么我们offset一个二十三米四看看 那我再增步其中 我反正摆一个标一导 那么你也知道剩下有多少 我们现在六九 六九还没有 那我摆一个九层看看吧 甚至我这块就摆一个十一层 也摆一个十一层好了 那我一会 因为我这块有余地 这块余地 我再把这个尺寸再标一下 我这块可能需要再分解出一个尺寸 我这块尺寸标的有点乱 但是这会我一会会把它再稍微整理一下 我把这块的取消尺寸 因为我这个是线拿的旁边烤的尺寸 那么这个是四十八米四 实际我们需要多少尺寸呢 这个还是要根据前头这栋楼来算 那么至少这个四十八米四 我们还有多大的余地 我算一下 刚才我们是三米的这个日照间距 我还有三米九 也就是四十八米四 我可以再加个三米九 对不对 那么 四十八米四加个三米九 就我四十八米四可以 怎么说的呢 应该是 应该是四十二米九 是吧 应该是 应该是四十二米九减去这个 应该是四十二米九 减去个三米九 对不对 就是我只要满足这个尺寸就可以了 我只需要满足这个三十九米 对不对 我只需要满足三十九米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块还有四十八米四 也就是说我还可以有十一米的间距 就我这块浪费了十一 那我再把这块再优化一下 也就是说 我尝试一下 我把这块 我最高的十一层肯定不用变了 那我看六层能不能变成九层 那我把这个六变成九层试一下 也就是说我这块还有很大的余地 那我塞个九层看看能不能摆得下 这个就是设计过程中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 就看你有多大的余地 那么九层我摆进去了 但九层的日照间距是三十五米一 那我这块就要偏移一个三十五米一 我重新偏移一下 我把这个尺寸重新调整 偏移一个三十五米一 三十五米一到这块 那我整个这个尺寸朝后拉伸 拉伸之后我再看尺寸够不够 我再看尺寸够不够 我再看尺寸够不够